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收到封, 大康健有批貨要運去河南 堅哥, 現在說要查你爸爸的批貨 他說這些批貨裡面有犯法的東西 所以要驗 全滾覆沒了 很可能是那隻雷鬼收到封告訴他們 所以立刻部署 爸爸的表演有點古怪 大伯, 你約我上來 我也知道一定有很重要的事 你想問清楚的 唐叔, 昨晚那件事你是不是知情? 馬俊賢跟我說那批貨送到兆東欄 你別告訴我你有份 我也知道只是包不住貨 是, 是我通報報信 是我幫他們收到那批貨 唐叔, 大康健是黑社會 你有什麼可能可以幫他們收到貨 你知不知道這樣對果欄很大影響? 你以為我想的嗎? 如果當日不讓你踢爆我 我無緣無故會有痛苦被人抓住 唐叔 唐叔 為什麼要瞞著我們 私自替我哥哥在這裡立了個位? 我和你哥哥就像兄弟一樣 他離開了, 我心裡也很不舒服 現在我跟他立了個位子 有空來探望他, 很正常而已 我看來不是這麼簡單 不如現在當署我乾燕, 再說一次吧 你哥哥的屍體 在和方丹被人發現的時候 雖然只有他一個人 但是之前那晚我是有去過的 白哥 唐哥 我也猜到你在這裡了 你不是應酬員嗎? 幹什麼還摸回來? 找你吹水 你知道, 我要選會長 當然要多點跟那些友仔應酬 不過最開心的就是找你吹水 我當然明白 難得你這樣也摸回來 是, 我們兩兄弟爬上一杯 爬上一杯 爬上一杯, 爬上一杯 酒逢知己, 千杯少 不過, 和你吹水真是學到很多東西 唐哥, 有件事我是想跟你說的 有些歷史叫我出來參選會長 你不是吧?我當你兄弟跟我爭 你別這麼說, 大家公平競爭 這樣對果欄也有好處 你知道我最緊張的就是會長這個位置 你這麼做就沒義氣 其實你何必看到會長的身份這麼重要 坦白說, 你為了要贏 曾經賄賂過幾個理事 你這樣做是犯法的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用那種骯髒來撥我? 你聽我的勸 你不用跟我說, 你要輸吧 你就輸得夠 反正我還是會贏的 好聲, 唐哥 我翌日醒來看新聞 我才知道拔光是被一箱金紮 得重傷過身 我看完之後, 我也很害怕 怎麼會這樣呢? 我…可能那晚我喝多了 我只是想到 我臨走的時候跟他頂了幾句 然後我撞到東西, 就是這樣 自知之後我就很內疚 我經常責備自己 如果當晚我跟他吵架 他就不會死 所以我看到你們倆的時候 我就很害怕你們問起 如果我說了出來 我又怕別人知道 那我這麼辛苦積落的聲譽 就一鋪清袋了 大巴, 你哥哥的事, 真的對不起 哥哥 你還要做, 如果你是還健在的話 應該都六十歲了 你應該不會再計較了 反而我跟阿二 還有後生, 你也想我訂幸福 唐叔 當年我哥哥想參選做會長 他這個對果欄的心圓 我應該可以繼承吧, 是嗎? 你會支持我的 這件事都是我和你之間的協定 關大康見他什麼事? 糟了, 讓他知道了 唐叔, 我最近找到一隻新爺 有種魚叫石手魚, 都是瓶泥物種 他的花膠值錢到… 我不會說, 總之走一趟大陸賺幾百個 不好意思, 犯法的事我沒興趣 好, 失去 走吧 我想你不會忘記這個 每天幫你的朋友 心酒抹上下添香的人 你說了什麼? 對不起, 那次你和李拔哥妹說的 我都聽到了 但我… 我真的不想多事出賣你們 你聽到什麼?你說了什麼? 他也很可憐 他兒子破壞了, 欠我幾十個 像這件事當我還債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運這一筆 你能幫我 我再說一次 犯法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你拔死了之後 你不敢站出來面對 證明身有事 我身有什麼事? 那把我喝大了, 什麼都記不住 好, 每個人做錯的事都說自己喝大了 你自己想想 這件事爆出來之後 過欄的人怎麼看你? 你怎麼面對你老婆子女? 你平時爆的姿勢出來 都是高高在上, 正人君子的樣子 到時就名義掃地, 臨老過不了世 唐叔, 我不是叫你下手下腳足 我借你穴的名字來找找東西而已 找找完之後 你這個秘密就繼續搜下去吧 你已經搜了二十多年那麼辛苦 現在爆了出來, 吃不吃? 如果我不答應他, 他就會爆你這件事 我沒得選擇的 我也知道是犯法, 幫我打算花膠而已 又不是殺人放火 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就答應他一次把貨放在穴裡 當日我早了落穴 雖然大康見規貨不用我管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要自己看著 誰知道就碰到阿權 唐叔 阿權 阿權, 這件事不是在商會 你下了這頭嗎? 沒有, 大巴姐叫口水堅 馮寶的幾個回商會 叫我不用在這裡 他們在搞什麼? 實在是不知道 不過口水堅昨天再拿幾個螢幕上去 還接到果欄的閉路電視上 還加了幾個攝影機 連果欄外圍, 落貨區也看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事發生 我聽到阿權這麼說 就知道出了問題 以前我就馬上打電話給大康見 之後他們做了手腳 把那批貨偷偷送到曉冬欄 唐叔 是 唐叔 阿彪 是 碼頭, 我的貨物剛好送來 來… 唐叔 快點 即是現在你的貨去小冬欄 唐叔, 為什麼你這樣? 人家說那些是花膠 你就幫人家運嗎? 如果軍火是毒品, 那怎麼辦? 你知不知道這樣對果欄很大影響 不僅你們小冬欄會抓人瘋狂 你也隨時臨腦, 不覺得小 大康見 別管他了, 快回去處理貨物 你也隨時臨腦 夠膽救我 李夢露的臭婆子 已經猜到我跟你合作的事 加上現在的腦袋又這樣 就是說我們合作的事 已經揚了出來 他夠膽救我發達, 我不耍死他 但是現在我們批貨 還在黃耀堂手上 這場你放心 黃耀堂為人那麼疼身又要面 他不會隨意保警 只要批貨還在瘋子裡 我有辦法要把他勾回 還不開燈, 替我洗文知道嗎? 看空間的貨物吧 是… 就在這裡? 是… 先把水泡給你 菇姐,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難怪上次什麼都守不住 沒有, 原來, 伯伯 為什麼你要跟大康劍一起做這些壞事 你先聽我解釋吧 你剛才說的每一句 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原來你不讓我繼續查這件事 是因為你想神不知鬼不覺 回來運走這批貨? 這件事不是你想的 我也剛剛才知道 真的與他無關, 是我錯 我讓大康劍… 堂叔, 你現在跟他解釋 他們不會相信的 好, 盡快運走棋花膠 如果被人知道我們果欄 是一人走私的話 這樣就麻煩了 菇姐, 你還想回去運貨? 這樣就是犯法的, 你還報警? 不要報警, 被人知道 我會坐牢的 童叔, 獅子處理 被人捉得更糟糕 阿包… 童叔… 來, 什麼都別說了 童叔, 先去醫院 小心, 小心, 小心 阿姨, 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時候要對你的蛋白 剛才堂叔說 被大康劍捉住痛腳這件事 是關於你爸爸 他當年的死可能不是純熟的意外 你有什麼瞞著我, 你說吧 有一次我無意之間發現 童叔替你爸爸做了一個靈位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你爸爸出事那天 童叔和你爸爸都在和風欄 喝過酒和吵過膠 而童叔離開的時候 可能他不小心撞到傷甘 掉下來摘傷你爸爸 但他當時沒有發覺到 所以才令你爸爸去釋舊已死 這麼大件事你現在才說? 我知道我不應該隱瞞你 但你知道你的性格 你一定要童叔出來交代這件事 但是你二十多年來 無論生氣死氣他都會去拜祭你爸爸 對於一個幾十歲的老人家來說 他已經受了良心的責備 所以我才沒有揭發他 我寧願給他機會補償 讓他可以放下他的心結和痛楚 補償? 讓他放下他的心結和痛楚? 不如直接跟你說吧 就是因為這樣, 唐叔才支持你去當護長 是嗎? 是, 這個是我的提議 當時我覺得這件事已經過了這麼久 我們再追究下去也沒意思 我寧願給他機會補償 讓他沒那麼自責 誰知這件事會被大康健知道了 用來威脅唐叔幫他找遺禁品 阿儀, 你相信我吧 這件事發生我真的完全不知情 高姐, 不如反過來說吧 當你發現了一個大秘密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是做了什麼? 你是想了自己如何能得到最多好處 所以你瞞著我 你還逼唐叔去捧你當護長 讓你可以銘利雙收 大康健知道了怎麼辦? 沒所謂, 就一起賺多一筆 是不是這樣?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你都不會聽 但是我真心的,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承傳和風欄 是為了果欄好的 你明知道我最重視的一個人是我伯 但是他死的真正原因 你也瞞著我 你還利用這件事做籌碼 讓你可以上位 姑姐, 你說我怎麼相信你? 我怎麼相信你? 你還好 喂? 徐仔 徐仔剛好打理 我大康健抓了阿美 要他拿一批貨去救 雄 是不是有消息? 剛好大康健通知我 要我去元朗錦發為大利貨倉 把貨倉交給他, 我現在要走 我知道貨倉附近有個鐵鬥 那裡是我以前給兄弟有事 拿來躲藏的地方 我想美應該運到那裡 待會你牽著打空見 我救了美, 馬上通知你 好, Yumi就交給你了 好 隨便 你覺得你一個人會搞得怎麼樣? 我知道你們很義氣 不過這次是我家裡的事 我不想害你們 你真的肯定, 入境那些全都是國家? 雷仔, 打開你的傷 獅子沒想過高榮的想法 但我不會在他那裡 我一定要去救他的 走吧… 大賺, 佛陰 你 exec的, 佛陰 你跟埛委 臺常好, 不好意思 這個, 我要去 jedes次 沒人就不難過 沒人, 有人 在這次, 佛陰 你又過了 臺常, 你怎麼那麼多了? 我可以去世 我只是很多人 你 阿美, 你沒事吧? 有你在, 我就沒事了 快點走 妹妹見了, 拿一批放下來 兄弟, 吃不飄? 快點 你們耍耍嗎?快點… 來吧 快點, 快點, 快點 甚麼? 大哥, 阿勇救了女兒 混蛋玩耍吧, 拿一批放 來吧 走, 起來 快點 大哥, 留的 兒子, 小心 殺出去 走 走,走 沒事了,不用怕 有東西在,我什麼都不怕 我送你回家 那你呢? 阿健這樣對你 這策略我們都跟他計算錯了 沒有,我怕你有危險 這場戲還沒完 就算我不搞他,他也會來煩我 快點 快點… 大叔 好,老二來見 好可怕, 怎麼會這樣打根筒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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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